大家好,欢迎收听《网向编辑》的节目 今天这里有我新西兰的《烯得台阳》还有澳洲的真BC 你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希望大家点赞、订阅和分享 订阅请记得订阅《网向编辑》和《西兰器》 继续装大中立模式的力量 好了,今次想跟大家讲一下南海 南中国海目前正在发生什么事 首先,就是据国内的知名军事杂志 叫做《Naval and Merchantships》 这本书是中国国内出的,有英文名字的 挺有趣的,不过不要紧 这份杂志就讲到,目前越南在南海集结了大量的海上民兵 相信这样做都主要是针对中国有争议的水域 还有,有意图挑战中国 越南和中国一直都是在南海的一些岛序的主权 都一直有争议的 除此之外,越南在他们的海军 都可以说算得上和有一个很长的历史在后面 还有,越南和中国有一件事都是比较接近的就是 第一,大家都是社会主义国家 第二,也是共产党领导 第三,两个国家都有所谓的人民战争的基础在背后的 这份杂志另外也补充了,越南现在是 他们的海上民兵部队部署了在海南西沙群岛 南沙群岛等等附近的海域 经常就有大大小小的活动 这样的情况下,就对中国的海警 政府执法和国防安全构成威胁的 这份杂志也说到了 对这些事情必须要认真对待和及时处理的 越南在2009年就通过一行的法律 就授权他们的海上民兵可以进行海上巡逻和监视的 并且和一些有意图入侵的外国船隻进行驱赶 以及也可以容许越南的民兵对一些島嶼或者一些島礁 可以去建立一些島上的设施 以确保对这些島嶼的控制权 据这个欧盟的估计 越南的海上民兵规模就达到8000多艘的渔船 人数大约就4.6至5万左右 但是根据这本中国军事杂志所说 数字可能达到7万人左右 在不是捕鱼的季节的时候 这些民兵就会参加一些 就是由政府带领的训练 和一些参加一些防务的工作 有时也都会和一些越南的海军 越南的正规军有不同的任务和不同的合作 平时就打雨为生 没有不用打雨的日子就做一下训练 做一些军事训练 除此之外 就和一些越南的海军 正规军一起做训练之外 还有一些任务就是进行秘密监视 尤其是对中国在南海的军事设施 可以说成为越南政府的善眼 看着中国在南海所做的一切 还有也有时会和一些中国的海警船 故意发生冲突 藉此吸引西方媒体的注意 做这些事情 就会很容易引发一些所谓的人道主义的事件 藉此就冤枉中国脅迫越南 这样的印象出来 接着这份杂志 《Naval and Merchantships》 这份国内的杂志也说到 游击战的战术 就可以抵消到中国的海警船 因为中国的海警船 无论在大小和技术方面都有这个优势 但是越南本身就对于海军的支出 都没有那么多 成本也有限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要如何获得最大的政治利益呢? 就是靠游击战术 所以越南一向对这些中国海警船 不是很担心的 就是我派一些船仔来骚扰你 喂我渔船而已 你不要抓我啊 你抓我啊 抓我啊 我搞大件事啊 这样的态度 哈哈哈哈 还有样东西就是 两个国家我刚才都说了 都是社会主义的国家 大家的历史都有部分 都是有多重交答的 以前对抗这个殖民主义 对抗这个法国殖民主义 中国共产党给予非常大的帮助 去到美军入侵的时候 越南共产党在从背后 也都接收不少来自中国的帮助的 那去到后期 也是因为一些大家的政治的取态 也都导致两个国家走向一个互相敌对的问题 也都出现过程月战争 过去的日子 懲罚越南的战争 之后大家的关系 都是比较有那种敌意的态度 但是呢 由于他们之前也都曾经互相合作 也都曾经互相敌对过 对于所谓的人民战争的概念 大家都是很熟悉的 大家都是有一种游击战的传统在背后的 而这些战术 很多不少都可以说是从中国学来的 因为中国共产党 从打这个二万五千里长征 都是以一种游击战信 利用人民群众的支持 从而最后获得最后胜利的 而越南在这方面 这些历史背景也都非常相似 怎样对抗一个强大的在他们的口中 帝国主义的美帝国主义的国家 就是靠人民战争而取得最后的胜利 再者 中国和越南在南海方面 大家都有一种海上民兵的历史 他们都很懂得动员一些的渔民 动员一些的渔船 是做一些有政治意图的任务 根据这个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研究学院 Colin Gore就说到了 对中国来说 海上民兵可以说是现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前身 到目前为止 中国和菲律宾有争议的地方 就叫做牛厄礁的地方 就大约就有停泊了200多艘的渔船 中国就一直都强调这些是渔船来的 但是菲律宾就指责这些全部都是民兵船来的 对菲律宾来说 可以说是直接威胁到他们的主权 在这方面 这件事情上面 也都和中国长期 已经交涉了过多的月 而且发烤也都越来越大 最初就有美国在外交上发表过一些声明 后来又到日本 又说要支持菲律宾 最近甚至乎连欧盟都在加霸喉 我相信目前为止 还是以一个外交冲突为止 就未真的说会爆发到什么战争 未去到有军事冲突 这一回事暂时来说 因为事实上 目前在当地也都没有说要做一些实质的举措 例如在当地建石油油井 暂时都没有 菲律宾的总统杜特尔特也都说过 如果当地 他们说如果中国侵犯了我们在当地的石油的话 我们誓死捍卫到底 到时一定会派全战艦过去的 他这样说 其实背后的意思就是第一 安抚菲律宾国内的反华情绪 第二就是开出一个条件 条件就是不要去碰一些石油 就是不要去尝试去转探 当地可能有残藏的石油 究竟当那个位置有没有石油 到现在都是没有人知道的 还没清楚的 再者 那是一个礁岛 一般在近岸礁岛 渔获肯定是没有深海的 那么丰富的 所以到目前为止 菲律宾就不会再升级了 因为杜特尔特总统已经开了这个条件 至于越南的民兵船 现在究竟做些什么呢 会不会是乘机在南海 跳起更多的争端呢 以值此和中国对抗呢 现在西方社会很多的媒体 就很希望他们这样做的 很希望越南做些事情 较早前美国也都去找过越南的领导 想和他们拉拢一下他们 大家一起合作夹脚 怎样可以对付中国 好了 出现这些媒体上 出现这些消息之后 大家都很担心 究竟越南是否会 做一些进取一些的军事行动 在南海里呢 最新的消息就出来了 在昨天而已 那越南的总共总书记 不是 越共中央总书记 有点巧合啊 不好意思 越共中央总书记袁富仲 和越南国家主席袁春福 就会见了 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 魏凤和先生的 魏凤和就专程 在昨天 去到越南河内 就见了这个总书记 袁富仲 国家主席袁春福 一起见一面 当时呢 袁富仲就说 好了 越南始终都铭记 和珍视中国 在越南的革命 争取民族独立 和社会主义建设 中国呢 过去一直都给了很多 宝贵的意见和支持的 上方呢 要继续 将我们老一代的领导人 所缔造出来的 同志家兄弟的 传统友谊 继续去全城维护 再者啊 中国在抗击疫情 和经济发展 过往也都见得到的 取得巨大的成就 国际地位也都不断上升的 越南的方面呢 就表示 充心祝贺 当前呢 中国和越南两军交流 也都广泛而且深入的 模式合作 不断推进 一定要继续 将两军的关系发展好的 两国关系发展 增添更新的动力 双方要做到 彼此信任和尊重的基础上 通过友好协商妥善处理 南海的问题 和从而避免影响 两国关系的大局 跟着就 国家主席阮春福就说到了 越南和中国是山水相逢的 友好伦邦 也是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 大家都取得巨大的成就 我们两党两国两军保持经常性沟通 达成广泛的共识 推动双边关系不断发展 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 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 也都警惕和坚定抵制 任何破坏中国和越南的关系 任何图谋 永远不会跟其他国家反对中国 中国和越南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 共同推进社会主义、社业、兴旺和发展 这句可圈可点 永远不会跟着其他国家反对中国 这个呼声就很明显 说给一些西方国家所说的 就是反还反 我都不会跟你的队走的 意思就是 就是这样 其实 小打小骂 可能如果是反的话就是 对 没错 小打小骂 越南 他们都是很需要的 经济发展的事实上 在这样的情况下 也会很自然地和一些西方国家友好 其实对越南来说 现在的经济发展势头 可以说是 都是进入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 他们参考了中国的经验 改革开放的经验 所以不单止当地的经济发展得快 他们人民的生活 每年都是越来越附足的 这个也是事实 在这么好的形势下 就没理由挑动一些地域上 地缘上的一些冲突 对越南是绝对没有好处的 但是很多国家都希望能够 拉拢得到 越南成为其中一只棋 来围堵中国的棋子 但是 现在 越共总书记 和越南国家主席 两人都公开地直接向 魏凤和先生 就是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 魏凤和先生 直接说的话 可以说对中国来说 都给了一颗定心愿 之后 魏凤和也有回应 中国和越南 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 山水相连 文化相通的利益 契合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 争取民族独立抗击帝国主义斗争 这次他专程去到河内的嘉林烈士灵园 制宿中国缓越抗法抗美烈士务 就是缅怀烈士 冥记历史 弘扬中越友谊 面对疫情 两国紧密团结 守望将双组 都创造了经济发展和抗击疫情的奇迹 显现了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双方越落实 两国领导人达成重要共识 加强战略沟通政治互信 深化军事合作 推动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行稳自愿 南海问题上 中国越南要着眼于大局和长远 管控好大家之间的分歧和矛盾 谋惑好海上的合作 坚决抵制域外大国插手绞局 共同维护南海和平和安宁 南海有没有安宁和和平呢? 其实现在都有很大的威胁在这里 5月 英国就会派出他们的伊利沙伯豪去到南海 首先去印度洋 然后再去不同的国家访问 也会经过南海 最终会跟当地的美军直上去日本 会跟当地的美军进行一个回合的 除此之外 欧盟都要插着手来的 美国又有艦队在南海 就是你说在将来的发展 将来的日子可以见到 南海都已经成为一个火藥库了 因为很多不同的国家 没错啊 还有澳洲啊 不要忘了澳洲 澳洲 澳洲都要去南海啊 那么多国家最精良的战艦都去南海的话 真的跟开派对没什么分别啊 有台湾的政治评论就说 现在呢 南海就好像当年的巴尔干半岛的火藥库一样啊 哈哈 我觉得呢 当年的巴尔干半岛的火藥呢 就没有现在南海那么多的 哈哈 少很多啊 我个人认为 那么多这些世界各地 那么精良的海军呢 其实都挺危险的啊 会不会擦枪走火呢 还有没有都不记得 当地啊 中国的海军在这儿的 所以啊 风险都是大的 都是起码了 现在越南 就可以说暂时可以放下 一火石头 一火心头大石啦 越南就照计就不会啊 插手在南海的事情的 这样说明了 我们不会跟大国去反中的 那至于他们自己之间的矛盾呢 我觉得可以从 透过啊 中国和越南双方啊 持续的协商 也都应该都可以解决到这些问题的 那啊 也都不是说 好像西方媒体一样所说到 越南是完全是 站在西方那边 完全是和中国敌对的 不是这样的 啊 没有了 关于啊 越南和中国之间 在南海的事情 我们今次就讲到 这为之 下次再跟大家讲其他的话题 拜拜 拜拜 好 拜拜 拜拜